推散 生活趣事夫妻相處時事探索幽默巧笑 健康飲食 快樂旅遊 徐菇菇來了 欸帥哥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徐菇菇來了 我是徐菇菇 今天暗黑料理 就要來教大家 打果汁 首先材料有 酪梨一顆鮮奶一杯 就是如此簡單 酪梨買回來的時候是綠色 那我們要把它放 放 放到讓它變成有點暗黑色 這樣就是熟了 然後我們就用湯匙 把這個酪梨 加入到果汁雞裡面 上次自從暗黑料理播出以後 受到廣大粉絲的喜愛 所以徐菇菇接下來都會 出各式各樣的暗黑料理 介紹給大家自己在家 動手做喔 好那我們就把這個挖乾淨 那酪梨 那酪梨除了打果汁呢 平常也可以 也可以吃喔 然後你看喔 這是酪梨的脂 喔那麼大顆 酪梨的脂 平常也可以直接 吃然後也可以加蜂蜜啊 也有人是沾醬油吃酪梨 所以有很多種吃法 那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那酪梨本身呢 它雖然是水果 可是它是在營養成分上 它是屬於是油脂喔 所以其實酪梨 所以其實酪梨吃的也是很有飽足感 而且酪梨它是 好的油脂 所以大家可以常吃喔 吃酪梨喔 好 那我們就把鮮奶 加下去 把牛奶倒下去以後呢 就可以開始攪打 好 像這個呢 如果牛奶加的比較少呢 它就會比較稠 比較會像優格的口感喔 那如果你覺得太稠的話 你可以再加一點鮮奶 然後它就會 比較不會那麼稠喔 好 那我們這樣子就打完了喔 那如果有的人喜歡甜的 它可以加一點蜂蜜喔 或者是牛奶喔 那就是非常好看的綠色喔 酪梨牛奶 那今天徐菇菇打的呢 是比較有一點濃稠的喔 那如果你們不要吃那麼稠的話 就是可以再加一點蜂蜜 鮮奶喔 那這樣你看 這樣子打出來是 就是剛剛好會 完整的兩杯喔 兩人份喔 好 那我們就來嘗看看喔 嗯 嗯 好 大功告成喔 暗黑料理 酪梨牛奶 成功 趕快來試喝看看 嗯 哇 超級好喝的 有酪梨跟牛奶的 濃醇香喔 超級滑溜滑溜的 再加趕快試試 徐菇菇按的料理 YA 大功告成 現在有在拍喔 繼續在拍 積極講的 這個還有很多可以吃的 不要浪費 酪梨是很好的食物 吃著金潔溜溜 吃著金潔溜溜 好 請大家幫我訂閱 按讚留言喔 許菇菇菇來囉